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动作片三叉口 影片一开场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龙套妹打着伞正往家走的 不幸被一臭流氓也盯上 龙套妹一看大吃不好仨子就好 臭流氓在后面撅了定狂追 眼瞅着要出事 龙套妹刚好遇见了邻居大事 算是躲过了一截 臭流氓正傲丧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勒住了脖子 一阵手跑脚灯 臭流氓的戏本算是正是杀了惊了 承承是商业罪案调查科的探员 十年前的一个晚上 他的未婚妻素方突然人间蒸发了 是活不见人死不见世 一夜之间成了单身狗 承承当时死的心都有 由于过于思念素方 承承经常会出现幻觉 看谁都像是自己的未婚妻 承承压着五点证人大胖墩 在前往警察局的途中 突然遭到了职业杀手小吴的袭击 大胖墩由于目标太大 当时就逛 本来小吴完全可以一枪把承承给毙了 但出于某种原因 聪明绝顶思维缜密 打官司几乎没出 帮助不少最大恶疑的坏蛋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此时的阿良是一脑膜的官司 由于他被自己的会计师 指挣洗黑钱 因此公司的资产全部被暂时冻结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给他送来一枕头 寓意是他可以高枕无忧了 原来刚开始那个被职业杀手 小吴干掉的大胖墩 就是阿良的会计师 这事再明显不过 就是阿良雇佣杀手干掉的大胖墩 对澄澄来说 这活干的太窝囊 他冲到公司就打算找阿良换账 建议说这是个法治社会 没有真凭实据 就甭跟着瞎起一遍 别发呆了 赶快安静的走开 阿良在途中接到了 黑帮老大刘大白的电话 由于账上的钱一直没有解冻 刘大白暗示阿良再不抓紧时间 他就准备拿个阿良的儿子开刀 阿良虽然是个为了利益 可以不择手段的大坏蛋 但对自己的儿子却看爱有加 听刘大白这么一说 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他知道这老家伙一戒 连亲爹都敢揍 基本上就是一牵手 对于污点证人大胖堆的背伤 商业罪案调查科的这帮人 查来查去也没有一点的头绪 领导小鱼虽然没有直接说 但话里话外流露出了对澄澄的不满 虽然素芳已经失踪了十年 但澄澄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 一旦有无名尸体运来 他都会第一时间过去看 停尸房的伟哥说都十年了 以我的经验来看 估计素芳早就领了何派 转过天 澄澄和同事在监视阿良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律师渐渐的老婆艾米 居然跟自己的未婚妻素芳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他怀疑素芳在十年前 很可能是因为出事失忆之后 被渐渐给收留了 职业杀手小吴的经纪人阿定 是个唯利是毒心狠手辣的女 由于这二位整天混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了 自打看到了渐渐的老婆艾米之后 澄澄隔三差五就会去人家门口 一天晚上阿良的儿子炮灰地 正在游泳的时候 突然就被人给绑架 而这一幕刚好被一个摄影师 给拍了下来 不过奇怪的是 房匪一直没有给阿良来电话 看样子似乎不是为了钱 阿良思来想去 怀疑这事很有可能是刘德被干 渐渐请私家侦探阿雪 调查炮灰地失踪的情况 这件事很快就被澄澄给知道了 以前澄澄没少帮阿雪的忙 因此在澄澄的追问之下 阿雪给澄澄提供了一条线索 根据这条线索 澄澄很快查到了阿定的电话 阿定的警惕性非常强 一听话音不对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炮灰地被绑架的照片 很快就上了杂志的头条 这些照片都是当天 那个摄影师拍下来的 澄澄认为摄影师手上 肯定还有其他的照片 于是便摸到了摄影师家 可一进门他就发现 已经有人截足先当 把摄影师给杀了 电脑里的那些照片 也全都被人拿走了 这个时候 职业杀手小吴的摄影 突然一换不见 紧接着就是一场追逐戏 这二位的体力都不赖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估计十组得有八十买 两个人穿大街过小巷 一路追到了一菜市场 由于用力过猛 把澄澄可内批 接下来又是一场动作戏 小吴说澄澄 那个摄影师不是我傻的 小吴把澄澄揍晕之后 虚晃一招仨子聊 哎呀 澄澄对素芳的感情 那真的是没得说 无论何时何地 脑海中都能浮现出 甜蜜的回忆 跟澄澄在菜市场 打的这一件 让小吴彻底暴露了 阿定表面上 让小吴到菲律宾避遇风等 其实是想在中途 把这个不守规的 愣头行给干掉 澄澄刚回到单位 就被领导小于 劈头盖脸出骂了一顿 这哥们挺有骨气 一怒之下就撂涛子不干了 现在咱来说说律师贱谍 按理说这是一个 很复杂的人物 但影片给争一件的戏分太长 从而导致这个人物 刻画的并不是很丰满 作为一名律师 渐渐的职责是 帮自己的客户脱罪 哪怕这个人真的有罪 他也得想办法帮着给洗枪 这对于饥饿如仇的 渐渐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和煎熬 小吴坐着船前往菲律宾 半道上遭到了 阿定派来的杀手的暗算 不过小吴早有防备 七里咔嚓就把两个杀手给杀了 可以看出陈木盛导演 对程盛这条感情线 是枪有独钟啊 不过由于琢磨太多 反而显得有些矫情 转过天 私家侦探阿雪的尸体 被人从水里捞上来 根据警方的调查 之前死的那个摄影师 很有可能就是被阿雪干掉 换句话来说 因为阿雪手上 有一些嫌犯 绑架炮灰地的照片 而他又拿着这些照片 去敲诈嫌犯 所以才被嫌犯给杀了 根据阿雪的尸检报告 程程发现 勒死阿雪的人 极有可能是个作品 这跟影片开头那个 被勒死的臭流氓的死状 几乎一幕一样 从警察局出来 程程刚上车 就被小吴用枪 顶住了红枣槽 那天小吴从摄影师家里 还真找到了一些照片 其中两张是炮灰地 和律师渐渐的合照 小吴说 有人拖给你烧个信 你未婚妻因为一场意外 已经死了 你就别整片胡思乱想 晚上阿定刚回到家 就被小吴围控制住了 阿定说 你这个不守规矩的混蛋 早就该顶合拍 小吴说 上次杀大胖兔那个活 必须得多加三百万 不然你们全又得完蛋 儿子一直找不到 阿良只好去求佛祖的保留 可佛祖整天盲的脚步沾地 哪有时间管他这个祸事 所以一直也没显力 阿良一看佛祖不搭理他 于是便去找大仙三明 大仙说话是云山雾罩 听到阿良是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 警察那边传来了消息 说发现了一具尸体 样貌特征特强的儿子 阿良来到情绪房一看 尸体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 但触景生情 这心里难受的不行了 经过长期的跟踪 程程发现 艾米经常会去一间心理诊所看病 他把艾米的录音资料打开一听 得知了健健因为职业和性格的冲突 精神状态非常的不稳定 与此同时 他还观察到 健健居然是个左撇子 阿良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儿子失踪这件事 肯定是刘大白干的 为了能找到自己的儿子 阿良带人在半道上偷袭了刘大白 可刘大白也不是生活的灯 经过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刘大白虽然领了河盘 可阿良也身负重伤 眼瞅着要喝梦河汤 这个时候 健健突然出现 健健说 你儿子已经上了黄泉路了 你得抓紧时间跟上他的脚步 健健的话音未落 阿良就见顾如飞的去追了 这哥们正得意的狂笑的时候 一直跟踪他的成成出现 成成说 随随便便就要人的命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其实成成说的没错 健健的精神确实不正常 他为了主持自己所理解的正义 或者说为了替自己的职业输罪 已经走火入魔跑天了 健健说 路不平有人缠 事儿不对有人管 如果不是你们太笨蛋 我也犯不着这么干 成成说 你这么做 你老婆会很不开心 健健一听就有点懵圈了 心想这都哪儿在哪儿呢 两人话不投机就比过上了 经过一番肉搏认 成成终于认了上风 勒住了健健的脖子 眼瞅着健健要断气 健健的老婆艾米突然出现 成成说 我找了你十年了 很辛苦的 艾米一听 马上明白怎么回事 为了救自己的老公 艾米假装成素方 把成成也糊弄 当艾米推开 她抱住健健的那一刻 成成才意识到 自己上了这个女人的当 虽然艾米不是素方 但成成并没有放弃 对素方的寻找 她认为 自要是一天 看不到素方的事情 那么她的女神 就应该还活着 那么素方到底去哪儿呢 原来在十年前 职业杀手小吴刚出道的时候 跟着前辈出去杀人 途中一不留神 把素方给撞伤了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前辈让小吴把素方给干掉 这也是小吴生平第一次杀人 因此当她看到 成成为了寻找素方 满大街贴寻人启事的时候 这心里特别的不识滋味 这也就是小吴 为什么刚开始没有杀成成 到后来又帮着成成 调查案子的原因 影片的最后 小吴和阿定坐船跑路的时候 被杀手组织派的人给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警 上恶到头终有报 所以不要吓唬她 举头三尺有身名 坏蛋吃倒死小小